目前我省春波农作物播种进入高峰期 整体进度已超7成 其中玉米播种已超9成 水稻秧苗长势良好 大部分地区已开始水稻插秧 进入5月中旬 铁岭市60万亩水稻插秧作业全面展开 预计到6月初结束 现在天气挺好 插下去直接秧苗就活了 因为按照苗凉35天 40天之内没有问题 在复兴蒙古族自治县 大顾本镇的花生种植田间 农机手驾驶的新型播种机 能够一次性完成 齐笼 播种 施肥等一体化作业工序 代替了以往的人工作业 不仅提高了劳动播种效率 更能增加产量 咱们实行这种技术模式以后 能达到2万株左右 这种模式能靠群体增产就化生 就是能够使产量提高到700斤以上 全省各地的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土壤商情监测及科学施肥技术指导 手把手讲解春波管理的新技术新方法 咱们的地方普遍地说是按贫荣要求的话 3800就白十五 住距离这段空在八顺到九顺之间就行 然后这个肥尽量稍微量大一点 能保证它后期增长 锦州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建立了 党建加防疫加科技服务工作机制 对农户进行春耕指导 耐心为农民解答黄瓜 西红柿等蔬菜 病重害防治技术 截至5月16号 全省以播种农作物4721.1万亩 进度为76.2% 其中粮食作物4165.4万亩 进度为78.2% 油料271.6万亩 蔬菜170.8万亩 其他春波作物113.3万亩 本台综合报道